中華足協18號正式公佈國家隊新任總教練 男足教頭為英國籍的Louise Lancaster 女足則是由日籍的約後河南出任 Louise是前男足教頭Gary White的助理教練 對球員環境都相當熟悉 他希望打造更具競爭力的隊伍 我們只想要更加努力 我明白我們需要更多打擊 我們想贏的風格 所以我們必須在最後的第三季 但我們也需要更加努力 我們想要對抗承擔心 我們想要對抗承擔心 我們想要對抗承心的隊伍 非常簡單 女足總教練越後河南是前日本國教 擔任過日本仙台七系隊教練 接任後要面對的第一個大比賽 就是四月的二雲資格賽第二輪 我考慮長期的 2023年的Walt Cup和2025年 加上的日本國教練 我們也想要對抗承成 跟高級生高級的高級生 加上的高級生 而且在運動過程中 不會有不舒服的義務感 此外記者會上已發表國家隊 全新戰袍 設計主打簡約運動風格 除了主客廠的藍白色外 还有特殊款的粉红色及紫色 现在有比较多颜色选择 可是比赛还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 比较轻然后很舒服 因为这个颜色对我来讲 还是第一次尝试 很期待之后训练冲完它 或者是比赛冲完它的感觉 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球衣 就是比较走简单一点的风格 我是蛮喜欢的 中华男足目前世界排名124 女足则是第40名 期盼换了新球衣 新教头后带来新气象 帮助台湾足球成长 中华男足预计3月19号 前往缅甸进行客场比赛 女足也计划邀请泰国 约旦 越南 印度等进行友谊赛